亲爱的弟兄,我是志成 在这集录音中,要陪伴你一起来讨论的是奇迹课程里面 大概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一个词汇 就是宽恕,forgiveness 如果你学奇迹课程的话,是绝对不可能不知道这个词的 那么你也发现了 就是奇迹课程里面,它有很多的词汇都是从基督教里面去借用过来的 但是这些词汇呢,几乎无一例外的都跟基督教徒的理解是有很大的不同 那宽恕也不例外 在基督教的教义里面,他们很强调的是人有罪这个事情 不管这个罪是从先天来的,或者是从后天来的 先天呢,就是指原罪嘛 从亚当夏娃那边所遗传过来的 那么后天大概就是指你的外在的一些行为吧 那在基督教教义里面,很强调的是人有罪 所以他所说的宽恕呢,是去看到对方的罪 然后再予以宽恕之 那原因可能是因为我比他高尚啊 或者说我比较有灵性啊 那或者说我比较有道德 但是在奇迹课程里面,他所说的宽恕却完全相反 因为奇迹课程,他不断地去强调 There is no sin,就是罪并不存在 不管是先天的,或者是后天的 其实都是一个幻象 那也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呢 大部分的基督徒并不能接受奇迹课程所讲的 那既然奇迹课程说罪是幻象的话 那么宽恕其实很简单 就是认出罪是幻象 也就是说认出罪并不存在 那罪只是小我妄想出来的一个信念而已 那么如果说你有通读过奇迹课程的话 你一定读过他对宽恕那个最著名的定义 他说宽恕就是认出弟兄并未做出伤害你的事 或者说你以为弟兄做出的那些事 特别是那些让你感到受害的事情并未发生 这在一开始起码在初学者的眼里看来 是很难理解 甚至是简直不敢相信的 但是过去这几年的学习 让我发现说 奇迹课程所说的这个事情 是绝对的真理 就是你不得不要去臣服他所讲的这个事情 而且你也能看到说 其实每个人皆有佛性 每个人都有那样子的圣灵的眼光 圣灵的智慧在他的心灵里面 他是能够看出所谓你以为弟兄做出了伤害你的事情 其实他并没有做出那些事 那简单来说呢 所谓的伤害一定是冲着你的身体 或者你的自我来的 也就是说你是从你自己去身体 你是一个个体的这个角度去看这个世界 那你才会发现你有可能受到伤害 那如果你能够认出身体或者个体或者自我 其实都是幻象的话 那么实际上是没有任何人事物能够伤害到你的 就是他所说的凡真实的不受威胁的那个意思 那从这样的角度去看 在回忆我们前面讲过的一些词汇跟观念 那你大概可以慢慢的理解过来 就是为什么那些弟兄其实并没有做出伤害你的事 那么奇迹克人说呢 宽恕其实就是问你愿不愿意放下小我的思维 宽恕就是问你愿不愿意放下小我的思维 那这个愿不愿意呢 它指的是当下 那我们强调宽恕一定是当下的宽恕 就未来你发誓你要宽恕谁 或者好好学习宽恕 或者是说过去你曾经宽恕了谁 这些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当下的起心动念 所以宽恕问的是你当下愿不愿意放下小我 那这个放下请你注意是彻底的放下 因为小我它是一整个思想体系 那么小我它其实是没有分部分的 你不可能只是铲除掉部分的小我 要么就是完全的放下 要么就是完全的没有放下 那这可以说是其一课程的一个全有全无律 那这个小我的思维是什么呢 再稍微回顾一下我们前面所解析过的 在小我思维里面大概最重要的几个元素 就是分裂 所以每当你发现你以分裂的眼光在看待事物的时候 看待弟兄跟上主的时候 那当你里面产生罪疚或者正在投射罪疚 给某些人似乎定罪 当你内在是深处恐惧的时候 那无意例外的这一定是掉入了小我的思维 OK那么宽数就是问你愿不愿意当下 愿不愿意彻底的放下小我的思维 那因为我们的圆满的自信是本质具足的 那这个东西是不需要你去获得 或者去寻找或者去完成或者去成就的 那你只需要把挡在自信上面的那一层小我的思维 把它宽数掉 就是把它化解掉就行了 OK那么宽数跟化解是什么关系 化解我们常在奇艺课程看到 也常会在一些奇艺课程读书会或者课堂上面 听到人们在讨论 化解的英文是Undo 但实际上化解并不是我们需要做的事情 化解它是属于圣灵的工作 那宽数是我们的工作 那这两部分加起来才会成就 在课程里面所说的圣灵的救赎大业 也就是说我们这一方要愿意宽数 也就是愿意放下小我 那么圣灵的那一头呢 他才能够把小我接收过去 然后把小我给化解掉 也就是化解小我并不是我们的责任 我们只需要发起宽数的愿心就行了 那所以两边都有他的任务要做 缺一不可 好 那当我们能够达到完全的以宽数的眼光来看待任何一切人事物的时候呢 可以说就是达到完全觉醒或者完全开悟的境界了 那么这个境界呢 就是我们前面所讲的那个Holy Instant 神圣一刻 实际上他是不会退转的 因为小我已经完全化尽了 那这个时候呢 这样子一个境界 在奇迹课程他把它称作叫真实世界 英文的Real World 或者是美梦 英文的Happy Dream 真实世界跟美梦在一起 一个人他是一样的意思 他指的是你能够以宽数的眼光 所看到的这个世界 就叫真实世界 或者是美梦 那要请你注意的是 这个呢 其实仍然是在幻象的领域 因为他还是梦嘛 他还是世界嘛 所以他仍然是在幻象的领域 那这就是你常听到的 在世却不属世的这个意思 也就是说 你仍然活在这个 充满各种形体的世界 甚至你也仍然活在你的这具身体里面 但是你已经完全的 不跟这个世界 也不跟这具肉体认同了 这个是心念上的一个转变 也是宽数他所强调的 当你能够以这样的眼光 来看待这个世界的话 这个世界就会转为是真实世界 也就是说 他能够映造出上主的道影 好 所以我们这边所说的真实世界 或者美梦呢 并不是说因为宽数 所以你能够把外在这个世界 改造得更好 或者把你的这具身体 改造得更好 好 那当你进到真实世界 或者美梦的境界之后呢 其实距离你脱离这具身体 断除轮回 就不很远了 不过这个时间不很久 到底是多久呢 奇迹课程并没有明硕 那总之呢 你到了这个真实世界 或者美梦的境界之后呢 不久之后 你就会自动的回归到天国 或者天堂里面去 就断除了轮回 那在奇迹课程里面 他所说的天国或者天堂呢 指的就是上主跟圣子 他所在的那个地方 当然这个地方是要加引号的 因为他并不是指时间空间里面任何一个地方 因为天国跟天堂是完全超越于时空之上 那么这个天国呢 他的原文是kingdom of heaven 那这个heaven呢 其实就是天堂的意思 不过在我看来 这两个词并没有太大的不同 那么在奇迹课程里面呢 你能够找到对于天国最明确清晰的定义 是在正文十八章第六节的第一段 他很明确地写到 天国并不是一个地方 而是对圆满一体性的觉知 对圆满一体性的觉知 这个就是奇迹课程所说的那个天国 其实也就是你端竹轮回 而能够完全地觉醒于 认同于那个上主一体之境 指的就是天国或者是天堂 好 那我们今天主要讨论的是宽恕 forgiveness 然后还有真实世界以及美梦 然后还有天国跟天堂 这几个词 以及他们之间的那个关系是什么 那关于宽恕呢 当然这个是你如果学奇迹课程的话 是一定是贯穿在你的学习之中的 那如果你一辈子学奇迹课程 那就是你一辈子的课题啦 就是学习这个宽恕 那么我们当然不可能在十分钟的过程中 把它讲解的很清晰 然后言简易改吧 所以余下的就是你的作业咯 那么为了要帮助学员去了解宽恕的那个精神 抓到他的精髓呢 那我有把宽恕切成四个步骤 来帮助学生去学习 那经过过去五年的教学 也验证这四个步骤 还是很有帮助的 那么你可以在我的书里面 找到宽恕的四步骤 那么你也可以在我的工作坊里面 可以找到他 然后我们在微信的签聊直播间里面呢 也对宽恕有做了一个十二块钱的直播 那么你可以在这里面呢 看到我把宽恕的理论讲解的清楚 好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部分 我们讲的就是宽恕这个词 那他是起义课程 可以说是唯一重要的法门 起义课程就只有一个法门 他讲的就是宽恕